据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已经过去12年了 在当年大地震中 核电站反应堆由于没有及时冷却 造成了氢气爆炸以及炉心溶解 该事故被国际组织评为最高等级的7级核事故 为了让反应堆冷却 日本政府向里边注入了大量的水 这些用于冷却的水进入后 也被核辐射所污染 一开始日本把这些核废水储存起来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核废水也越来越多 为了处理这些核废水 日本决定把它们排入到海洋中 这将成为震惊全球的日本排放核废水历史实际 我们直接讨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 那就是核废水究竟要多久会流入中国海域 根据洋流的模拟计算 核废水排放后会先朝到东边流动 途中暖色调代表高浓度污染 冷色调代表低浓度污染 最先遭殃的是韩国 这个时间大约是200天 在一年后流入到我国的近海区域 注意这只是理论速度 并没有考虑到天气的因素 实际速度只会比模型预测的更快 三年后到达美国西海岸 最终在十年内蔓延至全球海域 那这是不是就完了呢 要知道核废水中 放射性同位数的衰变周期是很长的 理论上这些核废水将会影响全球水域至少100年 这将是一场全人类的长期灾难 那么核废水是如何对我们人体造成伤害的呢 我们都知道核废水的最大特征就是带有辐射 有些同学会说 啊我知道辐射嘛 就是手机微波炉嘛 我们生活中所用到的通讯电波或光 其实只是一种电池辐射 它只是一种纯粹的能量传递 除去极端的波段 它们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小 而核辐射是来自于原子核 是一种电力辐射 辅导核电站反应堆使用右部混合燃料 其中1235是一种非常常用的核反应堆燃料 辅导核废水中就包含了大量包括1235等放射性原子 在电视剧切尔诺贝利中 对1235就有一个非常恰当的类比 正如影片中的比喻 放射性物质会持续以光速向这位发射子弹 子弹体积比原子还小 穿透性极强 可以视为超级微观穿甲弹 当我们人体的细胞或DNA被这些子弹击穿时 DNA会被切断无法复原 DNA有一定几率乱续重组 这就会导致基因变异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老开玩笑说 今年我吃帝王蟹 过几年帝王蟹吃我 而我们的细胞在被这些子弹击穿后 有可能会变为癌细胞 技能失效 或者彻底死亡且无法再生 这就是为什么暴露在核辐射的人类 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这是由于器官和体内循环停止了工作 导致身体衰竭 有人会说 那我只要待在陆地上 不靠近海边 不吃海鲜 是不是就一定安全了呢 那可不一定 不要忘记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循环系统 如果海水中有辐射 海水蒸发后会变成云 这些辐射也会跟着进入云层 它们一旦飘到陆地上空 有可能会以雨的方式落到地面上 所以你以为在陆地上就觉得安全了 不可能的好吧 不管怎么说 这次日本排放核废水 必然会引起全球新的灾难 人类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内 会持续受到这些核污染的影响 这便是日本蔑视原子之力 所需要接受的漫码 以及对全人类所带来的长期伤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